成年人做事一定要充分的考虑后果 不要自以为是 否则后果都难以想象 我们继续来看是山西晚报 男子清明节扮鬼吓室友 不料被一拳打断鼻梁 说的是山西的刘先生 爱开玩笑 在清明节当天晚上 戴上了在网上买到的鬼脸面具 躲在室友李先生的衣柜里 想吓他一大跳 结果他成功了 李先生不仅被吓了一大跳 同时还给了他一拳 把他的鼻梁打成了粉碎性骨折 医生说刘先生鼻梁不光需要治疗 还需要通过整形等方法进行恢复 而李先生除了当时进医院 当晚掏了600多块钱之外 拒绝支付其他费用 于是刘先生就很生气去找媒体 最后两个人终于达成了和解 治疗费用由李先生支付 随后的整容和恢复费用 由刘先生自己承担 你说说这是闹哪样 眼瞅的朋友都做不成了 愚人节不办 非清明节办鬼 你不是找死 你是找什么 要求生说刘先生还算是遇上好人了 万一给对方吓死了 别说让对方赔偿 你还得给对方赔偿 你开玩笑 是不是得有个度 别闹起来不知轻重 幸好李先生手下留情 不然明年的清明节 你真的可以办 不 你就是鬼了